在三国时期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文武官僚的构成两极分化 曹孙刘三家的文官 基本都是由氏族人才担任 而武将却大多出身不高 曹魏集团的文官 如巡玉、陈群、中瑶、化新、成玉、杨秀等人 大多来自世家名门 氏族出身的寥寥无几 但武将如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曹淳等人 却大多是宗室成员 如于晋、张辽、岳晋、徐黄等人 则是夏季军官出身 还包括如徐楚、李典和张霸这样的地方豪强 总体出身较低 所以出现了文官来自氏族 武将出自氏族的分化现象 江东的情况也基本与北方类似 只是武将中出身氏族的战比略高一些 比如朱智、权从、周瑜、吕代、布智和陆逊等少数将领 出自名门望族 其余如成普、黄盖、韩当、吕范、鲁肃、鲁宿、吕蒙、甘宁、灵桶、周泰、潘章等大部分将领 都是在航武之间或夏季官吏中选拔出来的 文官岗位则一水的由氏族集团把持 前期是以张昭、张鸿、秦松、陈端和诸葛锦等人为代表的江北士人为主 后期则是以雇佣、朱环、陆济、骆同等人为代表的江东本地士人为主 数族官僚占比最高的还是刘备集团 这与刘备本人出身微末 对士族人才吸引力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刘备手下的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陈道等人 全都与士林沾不上边 只有马超勉强能算得上贵胄出身 早期的文官如简庸、弥竹、孙前和刘延等人也都出身不高 直到诸葛亮加盟又占据了经义二周之后 手下才开始出现了士族清流们的身影 如庞统、尹官、马良、习真、蒋婉、潘骏、法正、许静和刘八等人 公元210年春 曹操发布了第一道求贤令 在令中曹操写道 人才不一定要品德高尚 如果还有江子牙那样胸怀谋略 却因为不得志只能在渭水河畔垂掉的 或者像陈平那样劣迹绊绊与嫂子通奸 接受下属贿赂的 请来找我 我一定重用你们 公元214年 曹操当上卫功之后 又下了第二道求贤令 曹操写道 有道德的人不一定有能力 有能力的人 道德品质不一定过关 比如陈平思德就很差 苏秦也不守信用 但陈平却能协助高祖夺取天下 苏秦也能救助弱小的燕国 所以这样的人虽然有缺点 但废制不用就太浪费了 公元217年 曹操又下了第三道 也是最后一道求贤令 这次在令中 曹操直接露骨的写道 难道民间就没有人才了吗 请将不仁不孝 但却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推荐上来 不准遗漏 曹操的这三道求贤令 一万事 便产生了强烈的震动 在那个主要与中校连接 选拔官员的时代 这样不看道德品行 为财事举的偏激标准 可谓惊世骇俗 也表现了曹操 急于打破世家大祖 对仕途的垄断 急于打破传统枷锁束缚 和急于选拔一批 忠于自己的官员班底的迫切心理 不过曹操虽然求贤若渴 连下三道政令 但产生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直到曹操去世 身边的文官 也没有几个数族出身的高产 反而还落下了一个 不重品行的奸雄名声 公元220年正月 曹操病逝于洛阳 二月份 灵鹫刚迁回野城安葬 上书令陈群 便拿着一个名为 九品官人法的提案 来找曹操签字盖章 曹操看后欣然应允 于是曹魏政权 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迅速得到缓和 同年十月 曹操在一片鲜花与掌声中 登上了皇帝位 我们这才发现 除了个别如荀誉这样 真正有政治理想的人之外 其余的那些所谓的汉臣们 其实根本就不在乎 天子是姓曹还是姓刘 他们关心的 只是本阶层的利益 能否得到保障罢了 比起曹丕和孙权 这样的妥协者 曹操敢说敢做 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实在堪称勇士 他与天斗与地斗 既与袁绍这样的门法斗 也与董卓这样的军法斗 既与世俗礼法斗 又与宫卿百官斗 可斗了一辈子 再回头望去 身后却早已是生命狼藉 也许曹操根本就不在乎 只是滚滚长江东试水 这被拍在沙滩上的速度 实在是快的 有点过于出乎意料了吧 九品官人法 又叫九品中正制 上城查局 下起科举 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三大选官制度之一 九品中正制 简而言之 就是朝廷在各州郡设置中正官 负责世人的品评工作 中正官一开始 是由各州郡推举 后来便改为由三公中的司徒举荐 一般由朝廷中现任的中央官员兼任 有的甚至由司徒本人直接兼任 品评的主要依据 首先是家事 即家庭出身和背景 比如父亲或祖辈有没有做官啊 官制极品啊 有没有爵位啊 等等 其次就是个人的品行和才能 一般会有一句评语 类似于汉默的月旦评 比如曹操的清平之奸贼 乱世之英雄 比如寻遇的王左之才等等 类似这样简短的一句话 然后综合起来将人才分为九等 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 品评完成后成交力部存当 力部就以此为依据 对官吏进行升迁和罢免 九品中正制刚刚实行时 品评人物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很快便成为了门阀士族 垄断官场的工具 个人的才能逐渐变得无足轻重 家世则越来越重要 其中看似有九个品级 其实只有八个 因为上上品被视为圣人之品 是不轻易受人的 只是个虚品 其余的上中 上下 中上和中中 这四个品级 被统称为上品 一旦平上 就可以直接进入仕途了 之后再逐级升迁 剩余的四个品级都算下品 下品是没有入室资格的 就这样 所谓的九品中正制 其实只剩了两个品 即上品和下品 明门望族出身的世人 即使嘴外眼邪 大小便失禁 也能混个上品 数族出身的学子 即使有惊天伟地之才 也是下品 根本就做不了官 仕途自此完全被门阀士族所垄断 阶层上升的通道 被完全关闭 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 皇帝走马当时的接力更换 可这些门阀们 却始终屹立不倒 出现了国王家不王的神奇现象 比如东晋的书圣王羲之 就出身于首屈一指的名门世家 狼牙王氏 十六岁 便娶了吃剑的女儿为妻 吃剑 就是那位封曹操为卫公的御史大夫 吃绿的玄孙 是东晋的辅政重臣 官智司空 太位 王羲之一步入仕途 就是秘书郎 宁远将军 后又升任将中次使 会计内使 领右将军 所以诗人称其为王右军 可是我们翻面史书 也找不到这位右将军 带兵打仗的经历 也不处理公务 每天就是游山玩水 喝酒做尸 要不就是写写字 养养鹅 吃喝不愁 潇洒一生 王羲之的儿子王辉之 王献之 也都是名震一时的书法大家 尤其是王辉之 官至大司马参军 皇门侍郎 可人家这官当的 除了零零俸禄 成天就是东游西挂 王辉之早年曾在车记将军 环冲手下担任七槽参军 负责管理马匹 有一天 环冲问王辉之 王参军 你知道自己在哪个部门上班吗 王辉之回答不清楚 只是经常看到战马进进出出的 我想不是七槽 就是马槽吧 环冲又问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匹马吗 王辉之与之气壮的回答 这事你得问我手下养马的人 我又从来不管 哪知道有多少匹 环冲又问 听说最近闹马病 你知道死了多少匹马吗 王辉之笑了 我连火马有多少都不知道 怎么会知道死马的数量呢 环冲听了哭笑不得 却又无可奈何 以后便再也没跟他 讨论过工作上的事 这就是南北朝时期 由九品中正制选出来的官员 像王熙之 王辉之这样的 起码还练出了一说好字 给历史留下了点遗产 可更多的被评为上品的门阀贵胄 且在如梦游一般的浑浑恶中 过完了醉胜梦死的一生 三国的曹操孙权和刘备 之所以最终都败在了明门望族手上 说到底 这是个获取知识的成本问题 从上古到秦汉 学问都是刻在竹简上的 一步儒家经典 需要穷尽多大的气力才能完成 到了东汉 蔡伦虽然改进了造纸术 但纸账的价格仍旧昂贵 这是穷苦百姓们能消费得起的吗 所以即使到了隋唐 产生了科举制 门阀士族也只是衰落而并未消亡 只有到了北宋 刁板印刷术大量普及 活字印刷术产生 并伴随着用竹子造纸的工艺 日趋成术 门阀士族才在科举制 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合力绞杀之下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术族出身的学子 也终于在廉价的知识成本下 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传播滑向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